好 气象局说今天天气会变 所以好像感觉真的不像前一天 这么的这个艳阳高照 但是台股也是今天变脸变天 乌云笼罩 乌云密布 今天出现这一根黑K 而且高达三四百点的修正 一天大跌四百点 的确也很少看到 那今天股价直接往下贯穿 跌到了一万六千五百点大关 但如果以这样看 好像有这个M头成型的风险 到底这个M头出现了吗 M头成型了没 M头成型下个礼拜如果真有反弹 反弹是不是都该减码 重点是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况 是真的有M头吗 请到的是胡玉堂 胡芬医师玉堂 台股归头师朋友大家好 没有错 大家担心这个大盘的 一个形态的做头修正 看起来是慢慢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下跌 当然有一些可能 搭乘到大陆的一些限电等等 美国的一些 所谓基建量的表决的部分 不过原则上看起来都不是一个非常新的 或者直接面的一些冲击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 比较早很难找到这种所谓实质性利空下跌的盘势 出现这样的一个沙盘 比较令人担忧一点 所以第一个如果以大方向来讲 所谓操作的一个部位的调整等等 我会比较建议可能现阶段 如果说你手中持股部位比较高的 而且是股价持续在破底探低的 可能你要先减码比较好 这是第一点 那下周的反弹是不是要减码 原则上如果说你像持股比重 可能也是什么所谓满仓的 就时程的资金都在股市的话 我会建议你一定要降低 因为毕竟我觉得很基本的原则 这个指数在极限之下 我们都会比较偏空来看 那既然是空头走势的话 你又不是做空的 手上都是多单部位的 至少降到五成左右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一些破底的股票怎么办 举例来说像是 大家手上应该是蛮多人有的 就是航运股 货柜三雄应该是更多人有的 长龙阳明望海间还破底 那原则上货柜股的部分 我过去有谈到 真的操作难度非常的高 前面一两个月力都不涨 然后今天是利空下跌 因为市场慢慢有些杂音出现 第四季的一个孕价 可能会再走低 可能啊 那当然我们再去做观察 这算是利空了 因为过去都是孕价不断创高 今天难得出现一个孕价 下跌的利空 但是我们往往去看这些 所谓在跌深的股票 能不能够有足底的话 常说要去利空去测底 那有利空的消息出来 结果底部还破了 所以到底要不要认赔杀出 如果说就过去 我的分析我有谈到 货柜三雄我们比较假定 它是一个底部的区间 相形的操作的话 那已经破了这个相形的底部的话 我会建议投资人 可能减码会比较好 当然我不敢讲这个地方 它不会反弹 或者是现在卖 或是卖到低一点 但是如果说 按照我们过去分析的逻辑 它是在一个区间整理 但是一个区间的形态 它破了的话 可能减码会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你首上 卖的是散装航运 因为昨天全数有 只有海甲型的这个指标股带动 这个玉米啊 新兴中航 昨天都是拉到涨停 结果今天一个黑黑把 昨天红棒都吃了 当然技术面看起来是 又把整个反弹的气势破坏掉 但是如果你手上 卖有散装的 我反而还会建议 还有可以做续报 因为第一个 他们还没有做一个 比较明显性的 比如说破这个 所谓的一个底部整理形态的 一个位置跌 就拿玉米来说 或许昨天红棒破了 但是前低6.5 或者这一波的一个底 它还没破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这一波BDI的指数 其实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应该是还有它的期待性 因为原物料的一个上涨 不管像是煤 铁矿石大家都在抢 因为这一波跌很深了 然后一些软性的原物料 报价也在涨 像美国你看它小麦的库存 是创下了14年的低点 都传出来面包要涨价了 所以说物价的上涨 原物料的部分跟BDI 散装是连动性很高的 我倒认为如果你手中 是为了散装的一个部位的话 还可以做续报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本周比较强势的 还是围绕在一些 油价走高相关的一些硕化 化学产品原物料报价的 这些个股身上 我反倒认为拉回来之际 空手的通知人 我觉得这是第二次的散策机会 不管像是台剧 亚剧 PVC的华夏 或许在今天都压回 但是其实这一波的一个抽码面 可以看得出来 法人几乎都是站在买房 不管是投信或外资 那趁着这个大盘 比较这种恐慌性的杀出之下 即便基本面债还有股票 今天都跌 但是这个跌下来 我倒认为下周 如果说行情不是这么差的话 还是由这种所谓原物料族群 扮演所谓的一个 多头部队的一个领军的角色 我觉得希望也是蛮高的 所以原则上在这一块的族群 我是不悲观 或许今天看起来都黑黑的 都是下跌的 但是原则上 他们在第四季还是有期待性 因为油嘛 以油价来看 不管是冬季的一个 用油旺季的推升 甚至是在今天 我还看到一些新闻指出 有些外国的分析师 一些操盘手 都压保到明年的油价 什么200美元的 这个买权扣的一个部位 都有人去做一些 比较大局的买进 或许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 市场上对于能源 煤啊石油 他们的市场上的看法 是认为还有上涨的 空间 所以这个能够跟有 比较有联动性的 指标股公司的话 举例来说像台数化 这个前天冲高来到106 看起来那个形态 真的很漂亮 带量转强 外资转满 要去做一个攻击了 但是结果这两天 你看台数化 好像又把这个多头的 一个气势啊 又有点这个交细了 但是我不悲观 因为第一个 它的位阶很低 而且我刚刚谈到 如果油价第四季 还会再上的话 那这种更上游的 这个硕化的指标性的公司 我觉得没有理由是看坏 所以原则上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 像台数化的部分 你说拉回到这个 位置点来看的话 我倒觉得对于说话股 有兴趣的投资人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反而是可以比较乐观的 去期待他们接下来 还是有机会 指定会问之后 下周有机会反弹 好 所以这时候讲到说 台股遭到空袭 但是谁能够立抗跌势呢 在这个玉堂的部分 也提到由油价的部分 走高的空间 还有第四季的忘记题材 可能多少有支撑的条件 今天虽然拉回整理 但是可以看到几个指标股 像台数 还有包括了华夏 还有亚聚 台聚 这些都是最近的强势股 今天就是涨多拉回 那是不是能续报 也看看投信那支 有没有再买 但是也有这个问题 既然有这个 M投成型的风险 之前其实这几年 台股尽量做多没有问题 看起来做多是没问题的 做空反而常常得不到什么便宜 但是现在不管是不是新的股市 小白或投资人 该开始学做空了吗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没有错 顺势而为 刚刚卡明谈到了 既然趋势偏空的话 或许该学习一下 这个去做一些比较偏空性的操作 不管说你买进一些反向型的ETF 这是第一个选择 比较容易上手的 你说指数这个地方 我相信从形态上看起来就是弱 所以你可以买一些反向型的ETF 第二个当然 龙券或者一些股票期货 比较适合做空的商品 投资人也可以试着去尝试 不这边的时候叫大家做空 一定是看坏这个盘 一定要跌到哪里 但是或许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可以发现做多不容易赚钱的时候 就是该学着是不是应该做空 那或者第三个角度 你真的觉得好像做空 这个应该是投资人的普遍的心态 不太习惯或者觉得怪怪的 好像也不太爱做空的话 那你可以做什么空手 那就是说尽量把手上的持股比重降低 不要这么高 或者是空手先看这个盘 也许等到比较有所谓明显的止跌讯号在进场 这样也OK 所以我觉得趁着这一波台股比较不稳之际 投资人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接下来你的持股的一个策略 该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好 讲到说空 的确一般投资者的心态上比较爱做多 市场比较爱做多 但是做空也在这几年行情当中 并没有讨到多大几次的便宜 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讲 这个位阶高 然后全球股市又有点动荡 好像对第四季的看法 又不像之前那么热络的情况之下 就怕通膨捣乱了现在市场的一个行情 还有包括升息的压力 但是做空怎么做 以往的经验就是 你要打这个落水狗 是不是要对空的部分 要针对这种最弱势的去 最空 最近我们看到其实一直在等 航运跟面板股 有这个跌身反弹 好像一直等不到 所以这样的族群部分 航运面板股 适合在这时候再空它吗 有空间吗 好没有说 真的就是要做空落石股 而且这一两年很多强势国 我们常常讲 什么会打空打空 看很多股票上涨 大家觉得好像涨多了去空它 反正逃不到便宜 股价一直涨 所以如果以货柜三雄来看 也符合刚刚的定义 就是破底部区 然后股价创波段低 它就是落石股 很简单 你把股票把它倒过来看 它就是180度 你把你的电脑荧幕翻过来看 它们就是创新高 很多人喜欢买这种创新高的股票 那同样做空 就是要空这种创波段低的股票 那原本上我觉得货柜三雄 是符合这个落石股 甚至是也许你说做空的条件 我觉得OK 那面板的部分 我在近期的看法 就比较中心一点 我反而感觉它有一点 利空逐出底部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你看群创友达 没有再破这个9月份的低点 那当然市场上 对于面板产业的看法没有变 因为认为第四季的报价 还是会往下调 但是你会发现 股价没有再破底 好像有这种叫利空侧底 没有再破前低逐底的味道 而且最近 投信的筹码 开始有做一些回补 那外资扣除到昨天那天的大买之际 其实大概9月中下旬开始 也有见到些许的回补买盘 所以如果同样是做空的话 我觉得近期空面板 感觉比较 讨不到便宜 因为利空环绕 但是股价破不了底 那反而货柜三雄的部分 不管是你说受今天大盘的影响 或者是受到消息面市场 再看第四季运价可能 没有再上涨的空间 然后股价去反映这样的利空的话 然后再加上这一波 其实以货币上去我来看 前一阵子 有一些融资 增加比较 融资的 应该说它的水位 还是蛮高的话 那比较也会担心说 日后万一股价再跌的话 有所谓的叫做融资断头的 多差多的卖样 那这一种筹码面 又符合这种破底形态的个股 你做空的话 原则上我觉得赚钱的机会 是比较高的